有很多人说秋冬季节衔接的时候 新宝宝出现的问题的比例是特别的高 你说的这一点没有错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两种走路的方法 维护我们在秋冬季节交替之前 新宝宝锻炼的户外模式 第一个,找一个面冲阳光的地方 我们原地踏步 那么原地踏步的过程当中 你把胳膊摆起来 把腿抬起来 那么这个抬起来积极摆臂的过程当中 对我们的新宝宝的这种刺激强度非常好 那么我们第二个 就是在我们走路的过程当中 把两个手拉起来 走路的过程当中 胳膊一定要躯臂摆起来 一、二、三、四、五 也就是说我们把步子多往前迈个十厘米 一定要把手摆过来 心宝宝心肺的这个高度 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的新宝宝锻炼的价值就非常高 所以我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在户外积极的面冲阳光和被封的地方原地踏步 还有一个 如果我们走到外面去行走的时候 不妨啊把胳膊曲起来 摆起来 摆的时候尽量的高一些 它对于我们的新宝宝的刺激呢 效果也非常好 那么在秋冬季 特别是冬季来临之前 我们真心希望大家积极的就这样走起来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